来,扶不扶仇 应该我和我女朋友在日本 我是在日本当程序员 之后 我女朋友是在日本当护士 之后有没有什么建议 建议你没事就给媳妇多打个电话 我媳妇在日本当护士 对啊,你没事给她多打个电话 她万一跑步什么呢 上班不可能跑步的 不正经的 不正经 他们确实人看起来挺正经的 不正经的事经常有干的 不是,我媳妇是中国人 那也不她混着是日本人 那问题是在你媳妇人上吗 我想问的就是 就现在日本还能待吗 嗯,长期咱不好说 你有永居吗 嗯,我现在是高端人才 高端人才 挣多吗 嗯,我俩加起来 现在的汇率小四万嘛 高端人才 你俩 你俩那么混的都这么不抵低端主播 高端人才 上那去扯纳干啥 这家没地方能容下你俩了 嗯,因为来挺长时间了 来六年了 早在来回国融入不了社会了 没有 就是,是 问问你的建议是回国比较好 还是 还是在这块积蓄 实话是说 抛出家国情怀来讲 抛出你在那个地方来讲 如果问,你问我 哪会更好 未来会更好一点 肯定是人多的地方会更好 这才合理 嗯 行行业也都是 除非这个地方你说 它是印度 啊,所有的人多都要抛出印度以外 它跟印度不一样 你就是可能人多 人为人多的机会也多 需求量也大 虽然你可能会面临很卷 或者怎么着的 但是 这就像开饭店一个道理 你整个村子里没 没饭店 你开个大酒楼 可能都上你那吃 但是都上你那吃 村里就一百人 你上城里面 城里面有一万人 那饭店呢 也同样 它能翻那个 一百倍八十倍 那结果到你这的人呢 就可能会更多 数字上来讲 也可能会赚更多 你现在年轻人想赚钱 以赚钱为主 我觉得是合理的 但是 我认为未来发展的东西 肯定是国内 因为你看 其实咱们刨除这个 还是那一块刨除家国情怀看 20年前 互联网刚进来的时候 去国外学点东西 回国内 随时分分钟 无论是信息差也好 学历也罢 都是回来 可以很吃虾的东西 而这20年很多 我们后接触的东西 后发先制的 我们很多 后接触的东西 领域 包括什么能源车 新能源车 包括这个什么 那个电子的 这个包括手机 这些行业 很多东西 我们是后发 后发先制的 这个就是 这个应该就作为一个 就是作为一个 就是总结经验 就东西到我们这里以后 会不会因为我们的人多 所以导致这个东西 发展的非常迅速 可以这么说 我们现在面临的这个世界 像不像 像不像20年前的互联网刚到 就比如说面对AI这件事 open AI这东西 像不像20年前我们互联网刚到 然后 你学个MSN拿回来叫QQ 你就直接一统天下了 像不像那个时代 其实像的 甚至每一天 每一个项目都有像的 因为随着时代的发展 我们2000年初的时候 想去突然间 你说弄个智能手机什么 那个不现实 但是随着时代发展 很多很多你周边的这些东西有了 包括你的人才 人才很重要 我们因为我们不是移民国家 我们没办法把那个全世界移民像美国一样都弄到他那去 那我们现在自己有人才了 然后周边配套产业弄了 就是什么东西一旦有苗头 都是全世界比不了的速度 这个不真的不包含任何你说 啊我是中国人 所以我说这个话 这个我们完全客观去看这些事 就是当你水平达到同样水平以后 肯定是人多更卷的地方 发展的很快 这毋庸置 那你目前的优势可能很 咱就算你有汇率差吧 就算你多赚点 你目前的优势如果是多赚点 那么未来你要牺牲掉的东西 就是在这个社会里面的 就在国内的社会里面的行业里面的竞争力 甚至那种适应市场的能力 国内你也知道那种速度 那你要在国外待几年以后 比如你青春不在了 像美国的马农 在去年前年帮一下裁掉那么多 嗯 目前我就是想回去 之后 现在就是没有一个回去的理由 那有啥没回去的理由 一个是就为 从鱼工 从你的行业 未来发展看 我认为人多的地方 肯定是更靠谱 发展更快 虽然它也更卷 但群体也更大 对吧 这两个是可以互相抵掉 你说卷 卷不卷卷 但它群体更大 这两个抵掉了 那人多了以后 它有的发展 发展速度的优势 你人少有 你薪水上面的优势 这两个东西平衡以后 就等于我们只说这两个点 对吧 就把就是人多平衡 人多抵掉了卷 把客户的也多 抵掉了卷子 那你现在就是 你在那个地方相对来讲 你就是目前挣的多 那在国内呢 我认为未来挣的多 因为你可能 你可能平衡到国内 你现在不会比 不会比你在日本挣的多 但是人不可能总看现在吗 如果 对对对 你要在 比如你在国内你卷了几年 你说不行 一直也是上不去 你再研究上日本 你来得及 而你在日本 混了几年 你说 奥巴承蒂夫说 我回国 回国那你可就彻底 望尘莫及了 行业内的尾灯 你都看不见了 嗯 现在是我是在这边待的够够的 那你再加上 那刚才咱说鱼工 鱼工咱们是这么这么个悬法 鱼丝你自己又待够够 那你还问啥呀 给媳妇扔那啊 自己回来就完了 行 那我知道了 是不是 回国先 回国先尝试一下 先尝试一下 好歹尝试一下 你这个市场不一定的 有的事 嗯 好 你加油啊 来 下一遍